大家好,今天是5月1号 今天我来说说方方日记 我一直没有认真地谈过国内的热点 因为方方日记的内容 说实话对我们海外媒体 特别是自媒体来说 是真不算什么 不是还有好多人说 方方居然在日记里歌颂方舱爱情 她肯定是个大外宣 所以这里我也顺便给大外宣下一个正式定义 就是海外华人当中 对于那些从事媒体文字工作的 在言论当中表达出对中共的仇恨 低于自己的人的一种灭称 这个定义是不是很精炼 好,最近我一直在认真地看方方日记 就是在看有哪些部分 让国内的粉红如此的仇恨 欲出转而后快 后来我拿着放大镜 在书里找了半天 也只在指缝当中找出四个字 岁月静好 她对武汉封城的记录 对在家心理活动的描写 已经不能叫温和了 在我看来简直可以叫做陶醉 或者至少叫沉醉 与其说是伤痕文学 不如说是回味文学 它的文字比例大概有60% 是对政策 对现状的一种肯定 拥护 甚至是歌颂 有20%是一种文学情调 跟平常的小资日常博客没有区别 只有20%涉及到问责和悲惨 尖锐的部分不足5% 当然了 我这是半调侃 半苛刻的这种视角 因为能在国内谈到这场疫情 能谈到问责 而不是感恩 已经很不容易了 国内反方方的人 从冒充高中生开始 到北大教授 作家 到各路粉红文匹 到抖音上的各种嘲讽 后来到街头大字报和雷雷号召人 去打方方为顶峰 现在仍然方性胃癌 现在还有各色人等写巴黎日记 美国日记 什么地瓜熊日记 来对冲方方日记 当然方方也有坚定的捍卫者 至今仍然坚强的毅力 在跟那些反方方 实际上也是反制的势力在做斗争 本来也不缺我这点挺方方的声音 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 有两个很可怕之处促使我专门做这期节目 一个是对方方的围剿 逐渐变成了一种围点打员和影蛇出动 也就是说在战场上包围你 打伤你 但是不消灭你 专门去打去救你的那些援军 影蛇出动 就是毛泽东在57年反右前用的一招 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然后你满怀诚恳激情似箭 突抹横飞的说完 他来了一句你说够了吧 对党意见这么大 你这是要造反吗 来定个右派批斗一下吧 那毛泽东后来自称呢 我这是扬谋 就是影蛇出动 有人认为呢 这是毛泽东在耍手腕耍阴谋 我一直不这么看 我认为他刚开始呢 是真的有自信 后来发现只是自我感觉良好 最后发现这么玩下去要出大事 于是恼羞成怒 干脆说是扬谋 我就耍流氓了 你能怎么着吧 这次对方方也是一样 本来有骂他的 也有挺他的 我虽然觉得无聊 但是放在国内也算正常 直到前几天 湖北大学梁彦平教授 写了一段无比理性 丝毫不涉及政治的话 来挺方方 当时是这样的 4月26号 湖北大学突然发了一个官方声明 说关于网友反映 我校文学院教师梁彦平 发表不当言论 学校高度重视 已经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 将视情况会严肃处理 至于他说了什么 一句也没提 我就查了一下 是在3月22号 梁彦平通过微信公号 发了一个叫直面对冲 迎头相撞是方方的文章 文章开头 也就是问责武汉市动作迟缓 隐藏消息 以至后面弄得人手足无措 然后呢 是赞扬方方日记 是真正为人的写作 人性良知的追问 也痛批攻击方方的网友 挥着十八般兵器 喊着骂着 扑向方方 跟从者都可耻之极 最后说 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 至少可以留给他们美好的希望 这种文字呢 可以说丝毫没有什么辱华 辱景 什么今日之类的字眼 难怪这个湖北大学 无法列举他究竟说了什么 结果呢 网络水晶是一拥而上 扒出了他之前的微博 他的网名叫漫游者例子 网络水晶扒出他以前的言论 包括影射六四天安门广场 反对无脑反日的情绪 支持香港雨伞运动 反送中等等 4月27号 官媒下场 上海的媒体新明周刊的官方微博 发表一篇文章 梁彦平我们来扒你了 结果引起一片质疑 而且诡异的是 当天晚上新明周刊的官方微博 又发文称 是编辑搞错了 小编已经换人了 那后来呢 海南大学的退休教授 诗人王小妮就在微博评论说 我想新明周刊是犯什么病了 刚刚声明小编已换 结果呢 王小妮又成为了网军锁定的下一个目标 又被扒出他在2014年转发过太阳华学运香港战中的图文 然后又是台独港独侮辱毛泽东之类的帽子 之后 类似的操作又发生在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也就是梁艳平的领导刘川厄 以及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谭邦和南昌大学教授靖雅等等身上 其中网军在扒梁艳平的时候 甚至很直白的说 下一个就会是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厄 嘿嘿嘿 本来从网络的攻击到学校迅速表态要去调查 这本身就不简单 看后面的操作 这根本就不是民间粉红自发的行为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方借水军的形式 在民意的伪装下开展文革2.0的行动 甚至有水军直言不讳 说我们就是留着方方 看谁挺他就打谁 这种手段前一段时间就用过 当时针对的是一个叫许可星的女留学生 说她是公费留学 却在疫情期间发表不当言论 后来发展到要去清算她在苏州的父母 所谓的不当言论 就是许可星在微博上 对疫情早期的隐瞒表达过愤慨 特别是在抢救李文亮的时候 评论了一句 抢救你叉叉 还说过类似中国人喜欢把过苦日子当美德 很贱之类的 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过急的言语 也没有过去类似支那之类的字眼 就这些居然也被小粉红当成了证据 可见言论入罪的标准在迅速降低 真的是应了那句话 一开始尖锐的声音不被允许 后来温和的批评也不能容忍 到最后连默许也不行 网络水军追究到许可星的微博 曾经写过一句 因为身在富裕的城市和靠父母的平台才有惊天 于是就把矛头指指向其父母 至今仍然纠缠不休 以至于许可星这位既像经理才子 又有点像舒奇的女生 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是冷处理 在疫情期间继续待在美国不再回应这些网络上的争论 所以我也在此声明 作为一个独立而有正义感的媒体 如果许可星同学遇到了什么困难 随时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就在不远处的马里兰 可以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 你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 有困难的话你可以发信到我们的邮箱 周周坎01atgmail.com 目前网络水军仍然在滋滋不倦的各种官方社交媒体的后面发文 或者留言暗示 甚至还很搞笑的说要把苏州改名为许州 不断的at官方一个许字 一开始我看到很多许字 我以为是召唤三国的许著或者是许仙 或者又是什么行为艺术 后来才搞懂 所以这个网络红卫兵的脑回路也是非常的清奇 其实按照围剿方方的网络红卫兵的逻辑链条推导下去 可以传达出一个更可怕的潜意识 那就是与其说日记最好不要出版 那不如最好就根本不要写 那不如最好就非礼物听 那最好就是当初传这些传闻的人 最好就不要说 那最好就是生了病遭灾的那些武汉人 最好就不要呼救 最好就找个地方静静的死掉 悄悄的埋了就算了 也不要在阳台上敲盆 也不要在微博上发帖 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给国家抹黑 或者更直接一点 在疫情爆发早期 直接在武汉扔一颗原子弹 干净彻底一了百了 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中国也会永远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所以你现在能感觉到 所谓爱国正能量这些字眼背后 透露出来的冰冷和残酷了吗 围绕方方的大批斗 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文革 只是形式上略有变化 内核完全一样 所以这是让我第一个感到害怕的地方 这次的文革正在发动 虽然还有人在抵抗 但是攻击也没有停止 还有愈演愈烈的架势 最后的结果也难以预料 如果方方这边一旦败下阵来 就会形成一边倒的踩踏 挺方者将不敢发声 投机者就会加入倒方的阵营 整个文革的气氛就定型了 就像火影忍者 在对方结印的时候 你就要阻止他 否则等印结完了 人数召唤出来 再对付他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时候保卫方方 绝不仅仅是保卫他本人 他保卫的是中国人的常识感和是非观 他直接决定了中国的又一场文革 能不能顺利发动 你甚至可以把它看作 当代中国命运的生死之战 所幸的是 虽然现在倒方的声浪很高 但是挺方的民意还是很强大 所谓网络民意的一边倒 更像是网络水军的自嗨表演 在许可兴事件上也一样 除了水军之外 其他人大多数都觉得莫名其妙 地方政府也没有什么反应 如果说文革仅仅是让我担心 那么另一个说法更让我恐惧 发起对方方日记这种全民围剿 显然是来自于高层的部署 民间有个传闻 就是高层当初找方方谈过话 劝他不要出版这个日记 他们的一个理由是 方方日记记录了疫情期间 中国政府的隐瞒和措施不力 那么在世界疫情爆发后 各国都要追责中国政府的这个时候 方方日记给对方提供了证据 相当于给对方递了刀子 让我感到恐惧的 就是这种想法 堂而皇之的天天在官媒上渲染 公布于天下 这让我觉得有一种 不可思议的神经错乱 因为他的逻辑非常明显而荒谬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错 但是却公然要求承认有错的人闭嘴 先是不让方方在这个时机出版 注意他的说法是 不要在这个时机出版 又不让他在国内出版 逼得人家只能在国外出 在国外出版又说 国外出版的速度太快 居心叵测不正常 而且这些说法都是官媒和某些体制内名人 每天的公开的连篇累读的在媒体上渲染 所以有网友总结为 不是怕家丑 而是怕外扬 这种做法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它不仅在于流氓 更在于赤裸裸的愚蠢 赤裸裸的掩耳盗铃 赤裸裸的鸵鸟 这就等于官方承认了方方日记的真实性 政府早期确实有错 但是你就是不能说 批判方方日记的真实性 也都集中在道听途说 或者一两个小错误 比如说一地的无主手机 这个方方解释过多次 图不是他配的 消息虽然是听来的 但是都是周围朋友的亲身经历 而且他日记里的内容 有很多都是网上公开的传闻 新闻 有些还是视频 比如说穿着防护服演宣传片 演完了就扔一地 以及医院里的尸体等等等等 那有谁会又知道 没有了方方日记 或者方方日记不出版 这些事情外界就不知道了吗 那么传唤李文亮是比写日记实锤的多的证据 需要方方去所谓的递刀子吗 况且中国一直自诩 疫情防控一流 到处嚷嚷让别人抄作业 对国外是不亏欠 但如果真的有自信 不要说是递刀子 你递原子弹给国外 也不用害怕 现在天天在媒体上大肆宣扬 递刀子说 大肆抓汉奸 你究竟想表达什么 这就相当于一个小孩踢球 打碎了一家窗户玻璃 然后家长在街上用大喇叭骂小孩 你千万不能说你踢球了 你要是说了 我们就要赔钱了 结果满大街的人都听见了 人家会怎么想 人家是不是会认为你这个家长 是不是神经病啊 你越是在这全民抵制方方 就越相当于你满世界大喊 我就是敢做不敢当 只要我不说 你就拿我没办法 就像那个意大利华侨发抖音说 因为出版了方方日记 所以他的意大利朋友就从感激 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赎罪 那你这个除了小人之心 那就只能是交友不慎了 除此之外 你还能说明什么呢 所以围剿方方演变到现在 重点已经不在中国有没有责任 而是这种变态的阴暗心理的公然亮相 它比你隐藏疫情 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而中国在疫情期间积累的那一点点声誉 被批斗方方的运动完全败光 而如果一开始就能换种思路 对方方日记坦然面对 那么方方作为前作协主席 人大政协委员 他的日记刚好可以看作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 公开透明信息的一部分 跟官媒形成互补 那现在面对全世界越来越高涨的追责压力 不管是索赔还是调查 当别人指责中国信息不透明的时候 中国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 我们没有隐瞒啊 这些消息网上都是 我们的作协主席天天写日记 大家都看见了 这不是比你战狼骂街有用的多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网络红卫兵听明白了 如果有听明白的 能否转告你们中央文革司令部 批斗芳芳完全就是一场搬石头砸脚的闹剧 收手吧 别闹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根据屏幕信息给我们咖啡打赏 左边是PayPal 上方是PayPal转账邮箱 下方是PayPal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PayPal公司在中国大陆有官方网站 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直接注册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过去 中文字幕——YK